仰望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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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法 随便悠悠空从胸中就何妨为你我从容 你要知道未知的生活那么偷人心只看透世界就会发现快乐其实很简单 不能舍不得不能舍过直到未来有多少惊喜在等着你走 温度可以很简单 大家好,我叫吴爱贤,我是泰国留学生,然后我现在在夏大读研,快要四年了,第一次来到夏大就是从这个校门进去的。 我们现在来带大家去看我们学校里面的海景教室,Go! 好,我带大家来,这个地方是我们学校里面的芙蓉隧道,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同学化的,我们一边可以散步,又一边可以跟朋友们聊天。 嘿,陈陈陈,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景点,那就是芙蓉湖了。 我们在芙蓉湖可以看到黑芙蓉的一家庭。 芙蓉湖后面就是我们断光的宋门楼了。 芙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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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很艰苦 然后先生说的一句话 一直刻骨在我心里 他说过 宁可变卖大厦 也要支持校大 自强 自强 雪海和羊 我们学校里的校歌 然后这边是我们学校的校训 自强不息 止于自善 我爱先生 我爱他 我们现在来到了学校里面的 另外一个校门 是白城沙滩校门 看这里的天气 还有白城沙滩 在我们学习上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过来这边解解压 然后跟朋友一起散散步 聊聊天 看风景 看台 我们今天的一日就要结束了 我们今天就要到别人 在这里结束 拜拜 已经成äd蜘蛛了 都不会是上 都不会是下 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 向这海平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广播的 热情的 美丽的 深邃的 陪你站到新的高度 岁月荣光 昭花稀释 穿越世纪的往事 将向你娓娓到来 阳王星河的你 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但是呢 我都是在做推荐 不懈思考的你 会遇到等待倾听的人 一笔一画 却书写与好奇一分未知 甚至 打破那些遗致 当你抵达无人之境 我还想给你至善的勇敢和底细 因为本没有的路 都是人走出来的 奔驰的猛事 将不但于前驱 无重的远方 将被留下足迹 无数的人们 将与你并肩前行 团结一致 全力以赴 好 敬礼 举巴稳 发声 从脚下的土地出发 翻越一座座高峰 在无数次战役中 顶天立地 请坐 与他们并肩 学问无穷 进步 也无限 像一条激流 不惜灯涌 用一股生命 避开生灵 当我与你同在 世界 并不再渺小 当你看他 会看到一个小点 那就是这里 那就是家园 那就是我们 你所爱的每个人 认识的每个人 听说过的每个人 历史上的每个人 都在他上面活过了一生 浩瀚的世界里 我想为你保留一个位置 与他们一起 与你一起 与我一起 与我一起 三 三 二 一 在那些过程晚的瞬间 是学会担心的责任 学会仰望星空的勇气 学会在独特中 感受得分心性 学会成功破浪 学会成功破浪 学会难以非难以 都等待 为学的路上 我们置之泳words 为人的一生 我们 宠爱无疆 认识是不是 在немацион十分二 五六六思一 valuation 音乐 画材料 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用得上 但是我说用 今天啊你在干嘛 我在 施法 我会听 生活就像一束光 可以这是正习惨 很平凡的生活 也可以过得转软 时光总总要 亲口拖手看流水匆匆 最越悠悠空从胸中 就何分为你我从容 你要知道 未知的生活 那么够任性 只看透 世界 就会发现快乐 其实很简单 你要舍不得 不能舍会知道未来 有多少惊喜 在等着你走 啊 跟部分的家诊 世界mother 歌 Training 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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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 骑噩na 大概要四年了 第一次来到夏大 就是从这个校门进去的 我们现在来带大家去看 我们学校里面的海景教室 Go 好 我带大家来这个地方 是我们学校里面的芙蓉隧道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一个 我们很喜欢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欣赏到同学化的 我们一边可以散步 又一边可以跟朋友们聊天 Hey 陈陈陈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学校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景点 那就是芙蓉湖了 我们在芙蓉湖 可以看到黑天鹅的一个异家庭 芙蓉湖后面就是我们 断光的寿门楼了 结架 即將 中文字幕 大家 然后先生说的一句话一直客户在我心里 他说过 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下大 自强 自强 血海和洋洋 我们学校里的笑歌 然后这边是我们学校的校训 自强不息 止于自善 我爱先生 我爱他 我们现在来到了学校里面的另外一个校门 是白城沙滩校门 看这里的天气 还有白城沙滩 在我们学习上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过来这边解解压 然后跟朋友一起散散步 聊聊天 看风景 看台 我们今天的一日就要结束了 我们今天就要到结 在这里结束 完美 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 向着海平线 同学们好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们的宣讲马上就开始 在开始之前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我们厦门大学的老师 那么厦门大学的老师呢 会给我们介绍 整体厦门大学的情况 然后我们厦门大学 还有一些留学分享 包括我们的奖学金的申请条件 还有厦门大学的优势的专业 那么我看到 我们厦门大学的彭丹老师 还有洪老师 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接下来我们的时间 就交给老师们好不好 我们刚刚也有看到 下达的一些视频 厦门大学的确是 中国最漂亮的大学之一啊 就是整体看看视频 大家都觉得 很想来这个学校来学习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 在听过今天的宣讲之后呢 也能够看看自己的成绩 是否符合厦门大学的招生条件 如果感兴趣的话 那么就可以选择 在厦门大学的官网上 去进行申请 好 那我们有请把时间 交给厦门大学的老师 好的 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您好 然后我 我共享一下PPT 好的 这个 这个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到 好 各位线上的同学 大家晚上好 我是厦门大学的 洪斌老师 今天的话呢 都有我和我的几位同事 一起跟大家来做一个 厦门大学的一个介绍 在介绍开始之前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这个线上的这个同学们 你们是 大概是来自于哪一些国家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可以在聊天宫里面 敲下你所在的 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啊 就是你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的 你可以在聊电话框里面 敲一下 然后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你 希望在今天的 在一个宣讲的过程当中 你比较关注 或者说你 想要更多了解的 就是比如说 你下面大学 你想我 我更多的讲一些什么的 泰文看不懂 看不懂 打中文 这个泰文看不懂 就是你说你这样 对什么更关心的 你可以打在对话框里面 这样的话 我在讲的过程当中 可以有所侧重的 来做一些这个安排 好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啊 厦门大学啊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的时候 有讲到啊 它是 这个 那算是中国最 风景最漂亮的 这个大学之一 那这样一个说法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毛病的 那除此以外 厦门大学 其实还有很多 很多的这个优势和特色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对厦门大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厦门大学的话呢 是由非常著名的这个爱国的华侨领袖 陈家庚 在1921年的时候创建 那么它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第一所由华侨所创办的大学 这个是厦门大学非常鲜明的一个符号 那么也是国内最早遭受研究生的大学之一 那么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厦门大学 在过去的这100年啊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那这里面比如说这个2016年 2016年的话呢 厦门大学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分校投入使用 那么成为中国首个在海外建设独立校园的一个大学 建校百年以来 一代代的这个夏大人 始终发扬自强不息 止于自善的校训精神 那么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奋斗 厦门大学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所 学科门内齐全 师之力量雄厚 在国内居一流 并在国际上呢 有广泛影响的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厦门大学所所的这个位置啊 不知道同学们 哪不了解啊 那么厦门大学是这个地处福建省厦门市 厦门这个城市的话呢 是位于这个整个中国的一个东南沿海的一个地区 那么说沿海地区的话呢 它是气候的话呢 是属于这个亚热带海洋性的季风气候 我现在就在这个厦门 那么这个厦门的这个温度啊 应该来说是整体上是一年世纪的话呢 相对是比较温和的 那么它这个气候啊 其实和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啊 是比较比较类似的 那么除此以外呢 厦门其实是一个在历史上 是一个最早向世界开放的一个口岸 那么在这里呢 你会发现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交汇 会体现在很多的地方 而且厦门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核心区 整体上我们说厦门这个城市啊 是一个很适合生活居住工作和学习的一个城市 这个是我们说在在中国的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当中 厦门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标签 就是适宜居住和生活 那我相信以后大家这个有机会来厦门 你就会相信这个我说的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 大家看到这一边的几张图片啊 这就是厦门的一些这个风光图片 那实际的厦门应该来说还有很多很漂亮的这样一个地方 风景非常优美 所以我想这个厦门大学位于这么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能够来到厦门大学学习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这些是厦门的一些比较有特色 比较有特色的这样一个旅游的这个景点 厦门的话呢 在国内在国内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非常热门的旅游胜地 整体上我们说这个厦门的话呢 是城市在海上 海在城市中 它是一个小岛 那么这个小岛的周边呢 实际上是被海所包围着 就厦门岛 是一个小岛 那么古浪与厦门岛被厦门湾环抱其中 岛外的海仓极美同安强安 四个区一次分布 那么无论是 因为厦门不是非常大 所以基本上你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区 不管你是在强安区 还是在海昌区集园区 交通非常方便 那么你到岛内的核心区的话呢 这个时间也就是在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这个城市不大 交通设施非常的齐全 那风景非常的优美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想给大家分享到 大家现在看到了 这里面是厦门的这个美食 这个厦门的这个美食的话呢 应该说这个品种 品种品类很多 大家看到这个沙茶面 海利坚 姜母鸭 烧鲜草等等 这里面你像这个沙茶面 沙茶面的话 大家看到这个沙茶面 沙茶面的话是带有非常鲜明的 这种东南亚的这种美食的这种特点 是原来由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来的 经过了这个几代的赶洋创新 已经成为厦门的一个城市的标签 那么这个在厦门 或者说在厦门大学 那你可以品尝到很多的这种 这个特色的美食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夏大的这个校区 夏大的校区 总的来说的话 目前厦门大学有四个 有四个校区 那么主校区的话 是在厦门岛的这个岛内 核心区 是市民校区 那么在岛外的话 有一个张州校区 还有一个这个祥安校区 另外我们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提到 厦门大学有一个海外的分校 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分校 那么全校的这个 总的建筑面积 达到了九千多亩 小岛校区 所有校区加在一起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那么祥安校区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祥安校区 就是左下角的这个 祥安校区的话 它是2012年的时候 投入使用的 那么它的目的是 重点发展这个 生命 医学 新能源 等新兴学科 那么有一些这种国家级的 省部级的科技创新平台 而且在祥安校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这种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和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 发展国际中文的 这种教育和教学 目前的话呢 祥安校区有12个学院 有12个学院 应该说是和市民校区一样 非常重要的 下大的一个校区 那这个是厦门大学的 这个校内的一些风光图片 刚才我介绍厦门的时候 我说到厦门是 这个风景非常的优美 刚才主持人在讲的时候 也提到了厦门大学 是国内最漂亮的 这个高校记忆 放了上几张图片 大家可以 简单的这样一个欣赏一下 这都是厦门大学校内的 这个风光的这个照片 那么厦门大学的话呢 校在海上 海在校中 独特的这种海洋的气候 使得这座 上的花园学府 自己都散发着 精英发生机火力 而且处处透露出 事业积淀下来的人文底蕴 那么优美的自然态环境 和自强度性 使用自然的校信精神 透露出了这一所 东南学府的一个 独特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学校的整个人体的一个 师生的一个情况 那么厦门大学目前呢 这个专任教授 大概是3000人左右 其中教授 副教授 占14% 我看到有同学 有提到这个奖学金的 我们后面会讲到 教授副教授占4% 那么这个师资的队伍的话呢 是比较具有高度的这种 多元化和国际化特征的 那么有很多老师都是在海外 获得博士学位 那么加盟厦门大学 在学科方面啊 这个我要重点来讲一讲 这个学科 厦门大学的这个学科啊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学部 我们说学部总共有六大学部 有33个学院 有16个研究院 有16个研究院 那么将近有超过300个的研究中心 应该说厦门大学 在国内高校当中 他的学科门类 是非常齐全的 那么办学特色也非常鲜明 那这里面我们说这个学科啊 基本上就是涵盖了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工程和技术科学 管理科学 艺术科学和医学 基本上都是涵盖到了方方面面 那么从这个学科的这个竞争力来看 从学科的竞争力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数字啊 厦门大学的话呢 他有 有19个学科 进入ESI全球前1% 那这个数字啊 我们说这个数量 在中国大陆的高校当中啊 排在第七位 这里面有三个学科啊 三个学科非常的优秀啊 化学 材料科学 和工程学 那这个是进入到全球前千论之一的一个排名 除此以外呢 厦门大学还有一些这个学科 是属于这个国家公布的 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名单 这边就包括化学 造语学 反科学 生物学 生态学 和统计学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厦大的这个学科分布啊 它不光是齐全 而且呢 它的一些优势学科 也是比较亮眼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在学生方面啊 在学生方面 厦门大目前的这个整个在校学生啊 大概是四万多人 本科生的话呢 是两万人左右 硕博士生呢 大概加在一起是两万三千人 好 那么 这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情况 那这里要特别提出来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厦门大学啊 它是在中国的高校当中 最早 最早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学校制 那么有非常悠久 和良好的留学生的教育管理的 这样一个传统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956年 1956年 厦大就开办了海外寒寿的教育项目 那么在1981年 大概就是距离现在大概四十多年前啊 四十多年啊 就开始 1981年就开始接收来华留学生 那么中国的第一位啊 外籍的海洋学的博士和会计学的博士啊 就诞生在厦门大学 那么目前呢 我们说从留学生的人数来讲 厦门大学的在校生当中啊 目前共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将近两千人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说这几年因为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来说是 有所减少 但是我相信这个接下来随着这个 这个疫情的慢慢的再一个放开 我们这个人数的话呢 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那刚才讲到下大有很多这个 非常优势的一个专业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我列出来的很多 大家可以浏览一下 这是最早开展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学校 第一个外籍的海洋学和会计学的博士 第一个海洋科学高等教育学的学科 培养了第一位会计学 审计学财政学等名义的一个博士 那等等等等的 那么在下大的话 我们说在一些经管啊 比如说经济学统计学 包括商学院啊 就是管理学院啊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像会计学审计学财政学啊 统计学经济学啊管理学 就是商科类的专业 这个是下大一个 比较有这个特色和影响力的这个 这个学科啊 就是经管类的 商科类的这个专业啊 下大在全国都算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的 有同学如果对商科感兴趣的话呢 其实可以要多关注厦门大学 当然除了这个商科以外啊 我们说这个叫管理学或者是经济学啊 这个以外 下大在理工的一些专业上 也做得非常的这个出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啊 包括这个海洋科学啊 海洋科学还有这个化学啊 等等的啊 然后呢 这几年像我们的很多的这种 像这个 说明科学 医学 这些专业 理工医的 这几年在 在下大的发展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迅猛 在全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右边我们看到了这个下大的 这个加根号的科考船 这个是中国第一艘 采用国外方案设计 国内转化 并由船东 就是厦门大学 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海洋科学 综合考察船 这里还有一个加根号火箭 这个是加大这个自行研发的 那这些我们说都是 厦门大学这个学科的一些 建设的一些成果 此外啊 我们来看一下厦门大学在 这个对外合作交流方面 它的一些这个积累 目前的话呢 厦门大学 已经和境外 超过250所的这个高校 签署了这个合作协议 与51所世界知名高校 开展了这个 实质性的一个交流合作 厦门大学实际上是一个 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学校 那这里面的话呢 可以跟大家重点报告一下 就是厦门大学 在汉语国际推广方面 应该来说在全国 也是做得比较好的 目前的话呢 这个我们在几大洲 北美洲 欧洲 亚洲 非洲 建立了15所的孔子学院 以及一个中外 语言合作交流中心 大家看到这里面 就包括了 在欧洲的 基础孔子学院 在非洲的 那么在东南亚的 我们在东南亚的 泰国 菲律宾 孔子学院 以及在这个美洲 大家稍等啊 像老师卡出去了 刚刚其实在给大家介绍到 厦门大学的孔子学院 厦门大学的孔子学院 在全球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尤其是像我们来自 泰国 还有泰国 泰国的话 也有厦门大学的孔子学院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然后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其实我看到 刚刚有很多同学 已经在问了 已经在问 好 洪老师上来了 给洪老师一个主持权限的 好的 稍等 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可以用你的 在聊天框 用中文打出来 然后问我们老师 问一些问题 好 洪老师 你可以继续了 好的 我掉线了 我的天 我这个再把屏幕共享一下 好的 好的 线上的同学不好意思 这个掉线了 可能是线上的 可能是线上的人太多了 大家太热情 掉线了 好 那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介绍 好 那一会如果我在掉线的话呢 就请我的同事 可以给大家 做一些答疑 如果在掉线的话 真的答疑 我刚才讲到了这个孔子学院 好 这个PPT PPT大家可以看得到 PPT没问题吗 PPT没问题吗 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的 可以看得到 好 刚才的话呢 讲到这个 厦门大学 这个海外孔子学院 应该说 这个是 夏大学做的 非常出色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 中文的 国际中文的教育 那么这个中外文化的交流 应该说是 厦门大学 做了 很多的一个工作 这里从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孔子学院 可以看得到 那这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 也可以反映出 厦门大学在这样一个 来华留学生的培养 包括海外的这种 国际中文的交流和推广方面 是做的也是非常的 这个有特色的 除此以外 厦门大学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厦门大学在对台的 就是对台交流方面 也是这个台湾研究的一个重镇 和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一个前沿 好 了解了这个整个学科的 这样一个建设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厦门大学的这种基础设施 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学习 生活的环境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学习的环境 这个是夏大的图书馆 图书馆 这个是 这个是祥安校区的图书馆 那这其他有一些是 本部的市民校区的图书馆 那么厦门大学 在整个教学方面拥有 非常完善的教学科研设备 和公共服务体系 整个这个图书馆 我们现在看到这夏大图书馆的 这个图书总量超过了 450万册 那么电子图书呢 超过了880万册 图书馆的网站 会给大家提供超过 170个的各种学术研究的数据库 应该说厦门大学图书馆 在整个文献的这种提供方面 是在国内高校当中 都算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这个是整个一个图书馆 那么不同的学院 我们说比如说你在 生命科学学院 你在化学化工学院 你在航空航天学院 不同学院 它自己的这个科研设施 也是非常齐全 这里面时间关系 我就没有罗列出来 但是我们这个学校的 这些不同学院 他的一些科研的仪器啊设备 这个是可以非常 非常好和充分的满足 大家的这种学习跟科研的需要 那么下大的这个所有的 不管你在小安校区 还是私民校区啊 它的图书馆教学楼食堂 学生活动中心 所有这些公共服务区啊 都有WiFi啊 就是无线网络的覆盖 那么大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 日常的生活的这种 学习的需要 都可以得到这个满足 那么学校的这个体育设施 大家看到学校的体育设施 也是非常的齐全 那么学生凭校园卡呢 可以自由进入 篮球场 足球场 网球场 羽毛球场 游泳馆 高尔夫球练习场 这个是 对面这个是学校的 这个高尔夫球练习场 那么除其外 学校还有一些 琴房音乐厅 还有校内的电影院 大家能够尽情的 在校园里面享受生活 感受艺术 这个是游泳馆 这个是 夏门大学 这个非常有特色的 一个体育课 就是这个 江板 这个体育课 这个在国内高校的话呢 是首创 是首创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学校在这个体育活动 开设方面啊 足足有大概 52门的这个体育课 这里面大家看到 像这个动感单车啊 攀树啊 江板啊 潜水啊 这个都是非常的 有特色 非常的特色 你像这个爬树 爬树课 这个江板课 这个在中国高校是首创 首创 所以整个在夏大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校区啊 你这种 这个体育活动啊 的需求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 这个学生社团 这个总数超过 130个学生社团 这里包括一些美食协会 登山协会 还有一些像这个航空协会 区块链协会 这种科技的社团 还有一些这个志愿服务的 像什么西部梦想 公益性的社团 所以呢 你在夏大的话呢 如果你来夏大学习啊 你在这个学习之余 你可以找到 你所感兴趣的 这些活动和项目 同时呢 你还会找到一群 和你有共同爱好和兴趣的 小伙伴啊 你们可以一起 创造一片广阔的天地 让你们的大学生活呢 变得非常的丰富和精彩 那在这里呢 特别提一提 这个留学生的活动啊 就是大家如果来夏大之后呢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 身处异国他乡 会感到孤独 夏大的很多的这个部门 都会这个通过各种活动 和管理服务 让大家感受到 厦门大学的原文光环 那么一种 这种家的温馨 学校会定期的举办一些 汉语教 英语教 法语教 让大家有充足的一个交流空间 同时呢 也会有很多有特色的 这种留学生的活动 让大家来参与 我们这边看到了 这个应该是在 右边这个图 应该是在祥安校区啊 祥安校区的这个留学生的一个 就是泼水节吧 泼水节的一个活动啊 那么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 这个国际学生 在厦门大学呢 欢度本国的一些重要的节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住宿的环境啊 这个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 厦门大学的这个 因为它这个位于这个海边吧 还有这个沿海啊 沿海 所以呢 很多这个学生公寓啊 都是面朝大海的啊 就是你是一个 能够看到海景的一个宿舍啊 空气也很清新啊 那么环境非常的宜人啊 公共服务 就是宿舍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啊 也是非常的齐全啊 这个 黄老师您的麦没有打开 对 我刚才又掉线了 我的天 嗯 不好意思 我们继续 这个继续往下 这个PPT可以 可以看得到 好 可以看到 好的 最后啊 最后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 夏大的这个校园生活的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食堂 食堂 应该说夏大的这个食堂啊 品种很丰富啊 品种非常丰富 那么整个学校大概有几十家的这个餐厅了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厦门的一些比较著名的这个小吃啊 美食你在夏大都可以吃得到 然后全国各地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特色啊 不管你是这个四川的啊 还是这个北京的啊 还是这个南方江苏的啊 这个南方城市啊 好的 不同地区的这些特色的这样一个美食啊 夏大食堂呢 很多都有啊 所以呢 这个南夏大的话呢 你这个在吃的方面还不用担心啊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啊 就是比较能够满足留学生的饮食 饮食需要的一些啊 特色的一些美食啊 所以这个在吃的方面啊 也是非常的舒适 好的 那了解完了这个学习方面的啊 这个生活方面的情况啊 我们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学习方面的情况啊 那目前的话呢 厦门大学的这个面向国际学生的这个招生啊 前面我们看到夏大很多的这个学科分布啊 非常的齐全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夏大也都有啊 那么夏大在这些学科方面面向国际生招生的项目呢 也是非常多的啊 大部分的面向国际生招的项目呢 也会向国际生来开放 好那这里面可能这个比较需要给大家看到的是 就是你这个这个授课啊 这个我们说这个专业 你是中文授课还是英文授课啊 这个可能是大家关心一下的 因为如果是中文授课的话呢 他对你的这个汉语水平啊 会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但如果是英文授课的话呢 他对你的英文水平会有一定的要求 好目前来说的话呢 夏门大学大部分啊 大部分的本科专业啊 他是这个中文授课的啊 硕士跟博士也是一样啊 大部分是中文授课的啊 那么英文授课的部分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先看一下中文授课的部分好了 这个是中文授课的本科项目 好那这里面的话呢 有很多这个优势的这个学科专业和特色啊 比如说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像经济学啊 经管类的啊 经济学啊 商科类的经济学 还有商科类的会计学 工商管理类的啊 经管类的 还有是像这种汉语言的啊 我们说这个学汉语的汉语言的这个本科 好那还有一像一些 我们说这种像这个新闻传播的啊 我画我勾画出来的这几个项目呢 是这个留学生会比较亲爱的 这个人文社科的这个专业 除此除了这个人文社科专业以外呢 我们这个理工科的这个项目也非常的多啊 那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能源 海洋科学 环境科学 计算机啊 建筑生物科学等等等等这些 包括我们还有这个电影学院啊 这个有戏剧影视文学啊 这个学科分布 应该来说从人文到社会科学 到理工到医学啊 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齐全的 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右边所看到的 像这个经济学啊 经管类的啊 汉语言呢 新闻传播类的啊 这些的话呢 是留学生会比较关注的这个专业 当然这些专业其实在厦门大学的学科建设当中呢 也是做得比较不错的 这个是本科本科项目 那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硕博士的中文授课项目 那这个是有开这个面向国际学生的硕博项目的一些学院 这里面我就不一一的啊 就不一一的去去去这个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文的部分 英文的部分 那目前的话呢 下面大家学的这个本科的专业啊 在英文授课方面只有一个临床医学啊 就是医学院的临床医学 它是英文授课的 其他的话呢 都是中文授课的 都是中文授课的 那么在硕士阶段呢 这个英文授课的项目会比较多一点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硕士阶段呢 像这个统计学啊 金融学啊 财务学啊 像这些都是商科类的课程啊 当然还有一些法学类的课程啊 以及啊 这个国际关系啊 除此以外 像这个海洋科学 海洋事物化工啊 这些也有英文的授课专业啊 这个是硕士的啊 那博士方面的话 到博士阶段的话呢 英文的这个授课专业会更多一些啊 大家看一看啊 我就不一一的去介绍了 那我想大家对加大的这个专业的关注啊 就是你可能会 你自己会有一个你的 你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追求 就比如说我想读什么专业啊 啊 然后我希望来中国学习什么专业啊 那这个的话 我想不同的同学 你可能自己 你有自己不同的一个选择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下大的 下大的一个 这个学习和生活的费用啊 好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下留学 厦门大学的学费 住处费和生活费啊 那么这个费用的话呢 在国内的 国内外的同类高校当中 应该说是不算贵的啊 这个不算贵的 算是还是还是比较便宜的啊 那么这里面本科硕士博士啊 这个他的这个费用的话呢 不太一样啊 不太好 那么文科类和理工医精管法啊 他的这个这个学费的话呢 也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区别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比如说你要来中 你要来校大学中文 啊学汉语啊 学什么经贸汉语啊 还是这个这个文化之类的啊 台湾教育学院的汉语员的本科专业啊 那他的这个学费的话呢 一年是两万六啊 两万六一年 那如果你是要读硕士 比如说这个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啊 那这一年的话呢 是三万元 好 那最后这边我们有看到 他有所谓的这个进修项目啊 进修项目啊 大家看这个进修项目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非学历的 非学历的这个汉语进修的项目啊 包括这个普通进修啊 高级进修啊 那就是过来学汉语的 学中国文化的 这个是非学历的 那么除了学费以外呢 这个生活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 生活的这个住宿费 私民校区 一个月大概在2500元左右 那祥安校区的话呢 这个跨度有点大 这个跨度可能 这个跨度应该是因为你住在 比如说你住在学校里面啊 还是你在外面自己租房子啊 当然这个跨度就会 就会不一样 就不一样 其他的这个教材费 大概一年的话呢 是400到700 那么伙食费啊 就是你吃饭 你在这个学校吃饭 基本上一个月1000到1500左右 整个的这个就是一个 你在夏大的一个生活学习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成本费用 好 接下来的话呢 给大家讲一讲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奖学金 奖学金 这可能也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 那目前的话呢 夏大的提供的这个奖学金的文类 还是比较多的 这里面包括这个 中国政府奖学金 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好 我看到有同学 有问了一些问题啊 有些问题 那一会儿 因为我们在答疑的时候啊 可以更详细的来给大家 来给大家讲一讲 好 那回到我们这个奖学金的这个方面 夏大的话应该说从 就是我们说从这个政府奖 省奖到厦门市的奖学金 到夏大的奖学金啊 就是不同层级它都有 之外它还有一些比较专项的 像这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洪子学院奖学金啊 等等等等 那不同奖学金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一些要求啊 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比如说这里面 这个中国政府奖学金 它有分A类和B类 好 那这样像这种A类的 政府奖学金的话呢 它是这个作为申请者的话呢 你是需要和你所在当地的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啊 来递交这个申请 那你像这个高校自主招生的 还有海洋的这个B类的 政府奖学金 它是需要在这个留学基金委 啊 留学基金委网站上来提交申请 但同时它也要在厦门大学 在线申请系统来比较申请 那这里面给大家看两个啊 比较有专项的这一种奖学金 一个是这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它是主要是这个为了这个中文教育 培养国际中文教育人才所设立的 那么它资助的这个项目 它资助的这个项目的话呢 是主要是这个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 还有长短期的汉语的培训项目 就是如果你是要来学汉语的 那你比较适合申请这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 那如果是比较高端的 就是你是博士 你是要来下大读博士的 那么下大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这个叫新汉学计划 新汉学计划 那这个主要是提供给来下大读博的这些同学 那除了这样以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项 一个是福建省政府奖学金 还有一个是厦门市陈家庚奖学金 这个省级和市级 那么福建省政府奖学金 它是面向本硕博 可以看到本硕博都可以申请 那么它对语言的要求是什么呢 HSK三级 三级以上 三级以上 那么这个陈家庚 厦门市陈家庚奖学金呢 它是面向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 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国家 那么申请人呢 需要提供当地华人 出具的这个华裔的证明 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支撑产 那么整体上 我们可以看到 厦门大学所提供的 针对国际学生的奖学金 它是这个涵盖的本硕博 这些学历项目 还有那些非学历的汉语进修项目 都有相应的奖学金 当然不同奖学金 它在这个要求上 还有呢 它所提供的支柱 这个金额上 它会有一些区别 那这里面的这个很多的信息啊 我们都在这个宣讲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一一涵盖 大家可以去登陆 厦门大学招生办的网站 因为我会把网址告诉大家 我们在网站上呢 有对每一项奖学金 非常非常详细的说明和要求 大家可以去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选择适合你的 这个奖学金的项目 好 接下来的话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节点 我们这个今年 就是2023年的 这个国际学生的申请 这个时间节点 这个在线申请系统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在12月1号 就是在去年 这个2022年12月1号已经开放了 那么一直这个申请的提交 会延续到2月3月到4月份 这个是这个时间段 那这里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 这个奖学金项目啊 它的这个截止时间 有一些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中国政府奖学金 它的截止时间是什么呢 是2月28号 就截止了 那其他的奖学金呢 可以到3月31号 你还可以再申请 这个3月31号是截止时间 那么自费的项目 在4月30号以前 也可以申请 所以这里面三个时间点 就2月底 3月底和4月底 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申请不同奖学金 你要注意 特别是你申请 如果是申请政府奖的话呢 你就要注意在2月底之前 你就要这个提交申请 那么基本上所有奖学金项目 在3月底之前 你都要提交申请 那这里面建议大家呢 找一点申请 为什么找一点申请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申请材料 这个申请材料 这个清单是比较多的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申请材料 要求的是比较细 还比较多的 这里面包括你的学位证 毕业证 或者说你还没有毕业 预毕业的证明 成绩单 推荐信 学习计划 然后呢 语言水平 出声证明 个人简历 还有一些下重体检 表格 经济担保书 无犯罪记录声明 等等 这里面这个材料 要求的是比较的详细 比较详细 比较齐全的 那么这些材料信息 大家可以登陆我们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重点 重点记住 这是我们夏门大学的招生办的网站 这里面的话 会提供 所有关于奖学金的 包括这个国际学员申请的 你想要了解信息 在网站上我们都有 那这里面 我需要重点说一下 这个语言水平 语言水平 就是 比如说你申请 这个中文项目 申请中文项目的 人文社会科学 和金管法学 比如说你申请 这个 经济学 或者下大非常有名的会计学 工商管理 这属于金管法类 那么你的汉语水平 你需要达到HSK 五级 210分 这个要求应该来说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HSK五级210分 那么如果你申请的是 理工医 理科的 工科的 医学的 像什么 建入 环境 海洋科学 环境 红老师 好像因为 那个 哎 又上来了 红老师 能听得到吗 我看到现在很多同学在下面 积极的提问题啊 然后我们的 下大的老师呢 也在 聊天框 给大家回复问题 待会儿呢 我们会挑一些重点的问题 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 推荐信的话 据我所知 我这边了解的是 如果申请硕士的话 是需要付教授 或者是教授的 哎 红老师 你不乱了 哎 对 我不乱了 哎 好 谢谢 你刚才说了 推荐信是吧 呃 您那边声音 有点卡顿 哦 我说你刚才说 是推荐信是吧 对对对 是 好 来 我等一下 好 好 声音可以吗 呃 声音我这边听 有点卡 有点卡 是吧 对 对 行 我再讲一下啊 这个如果同学说 我这个中文水平啊 中文水平的话呢 也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高啊 那怎么 对 我看到有 有呃 夏乐老师已经给到那个经济担保书的一个样式了哈 黄老师 您这边可以听到声音吗 可以可以 我刚才好像又重新连接了 好嘞 今天的我 是 还是这个大家太乐情了 好 呃 好了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海外教育学啊 海外教育学啊 如果说你中文不太好的话呢 你其实可以 考虑来海外教育学院啊 学这个汉语员的专业 那么如果说你中文水平比较好 那你可以在海外教育学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读二年级 只读你HSK四级200亿以上 你可以直接进入二年级来进行学习 当然如果你水平稍微低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选有所其他的一个选择 当然除了海外教育学院以外 其他的 其他学院的这个中文要求的话呢 就 参照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啊 就是看你是人文社科的 还是理工医的 不一样 好 那除了中文以外 如果你是报一些英文授课的项目 那你相应的需要英文的成绩证明 就是托福和雅思 当然你也可以提供你之前上课 你是用英文上课的这个证明 当然中文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就是如果你能够提供你的前置学历 你是用中文进行授课的 那也可以用来替代这个 HSK的这个成绩证明 好 这个是申请材料 刚才我给大家说到 就是我们这个申请季啊 大概是从12月份到4月 那不同奖学金的时间节点不一样 那希望大家早提交申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申请材料比较多 那这个需要初审 需要进行初审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你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材料的话呢 有所欠缺的话呢 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初审的话呢 会给你进行反馈 会给你进行反馈 那后面的话呢 到4到6月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审 还有一个学院的一个学术审核的 一个环节 到6到7月份的话呢 是一个这个录取结果的一个公布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流程 更多的信息的话呢 大家可以关注 关注我们的这个网站 那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讲一个 刚才我有提到的 我们的这个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 这个是目前招收 在厦门大学招收 国际学生 最多的学院 也是比较受留学生欢迎的 最受留学生欢迎的这个学院之一 海外教育学院 那么海外教育学院的话呢 是1956年成立的 大家可以 如果还记得 然后刚才我在介绍的时候提到 厦门大学是最早 招收国际学生的这个学校 在1956年 就是在海外教育学院 那么它是中国首批 招收海外学生的学院 虽然是非常早 那么已经有66年的这个历史 这个海外教学历史 那么培养了六万五千多名的 这个国际学生 海外这个学生 有众多知名的这个 这个海外的学生的这个校友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是 厦门大学第一次 第一期短期中文学习班 这个是来自美国的 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学生 第一期短期中文学习班 时间是代卡 时间是什么时候 1981年 1981年7月11号 那下面一张图的话呢 是海外教育学院的一个 发展的历史 从1956年学院的成立 到1983年 第一批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 再到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学院的发展 然后有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 这几张图片呢 是海外教育学院 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 学习生活环境啊 海外教育学院在厦门大学的 祥安校区 祥安校区 那么 学院里面呢 有咖啡厅 花园小径 这个智慧教室 小班授课的智慧教室 那么多工能厅 等等 整个的这个设施是非常齐全的 学院目前的教师有64人 副教授以上24人 那么正式出版的这个著作呀 专著啊等等 这个发表的论文 六百多篇啊 那么学院有一本这个 专门针对海外华文教育的 一个学术期刊 在人才培养方面啊 这个66年来 学院为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 培养了超过 六万五千名的 这个国际人 国际化人才 那么历年来呢 有两千 超过两千多名的国际学生 就读来自八十多个 不同国家和地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是厦门大学一些比较知名 海外教育学员一些比较知名的 这个国际生的校友 那这个是潘伟年 这个是潘伟年先生 他是1988年 就来厦门大学学习汉语 那现在也是厦门大学的 一位专职的外籍教师 同时他在 他在国内的话呢 也非常的有影响力 也非常影响力 他是福建省的第一位 外籍永久居民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 那么他这个习近平总书记 还给他回信 承担他为中国教育事业 所做出的突出的贡献 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是来自印尼的 海外教育学院的这个校友 包括何畅年先生 林年轻先生 这个都是非常知名的 这个海外的这个校友 那么 在学生活动方面 我们说海外教育学院 非常重视对留学生的这种文化 文化课程的这种建设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都是 我们海外教育学院所开设的 中华文化的体验课程 国际学生可以走出校园 体验各种中国的民俗活动 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同时呢 学院会经常组织各种丰富多彩的 这个面向留学生的这个活动 什么中国日文化节了 汉语角了 水灯节了 摄影大赛了 中华文化体验了 特别是比如说这个中国日 下面大学这个中国日活动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些 在这个留学生的这种文化体验方面 做得非常的有特色 非常的突出 这些是各种文化的体验活动 此外的话呢 我们还会给这个学生提供 非常多的就业深造 那么实践实习的这个机会 那么什么的实习基地啊 包括海外的食物所的孔子学院 48个孔子课堂 还有厦门的一些海外人才之家 这些呢都会给来华留学生的这种 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提供很多元的这个支撑 那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海外教育学院的这个项目 招生项目 这里面的话主要是三块 一个是非学历的汉语项目 第二个是汉语学历项目 第三个呢是远程的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 非学历项目 非学历项目的话 包括长短期的 还有这个团体合作项目的 等等 那基本上的话呢 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需求 来选择这些 这个非学历的汉语的进修项目 我们有不同时间的 就不同不同这个学习周期 不同这种课程特点 比如说像这个中文加 中文加中文加商务 中文加酒店管理 加旅游 加中医 加米南文化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方向 这个是非学历的项目 那第二个是 这个是学历项目 学历项目 学历项目的话呢 包括汉语言的专科 汉语言的本科 这个是本科 这个是硕士 可以看到它是有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一个时间和要求 这个是本科项目 汉语本科 这是硕士项目 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有三个方向 就是本科阶段的话呢 这个我们有汉语言的经贸方向 汉语言的这个教育方向 还有汉语言的文化的方向 那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经贸方向 会是比较多 有学生选择 这个学制的话呢 是四年 那如果说你 刚才我提到 如果你HSK有四级210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直接进二年级来进行学习 那这个是硕士的 硕士的项目 那大家可以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来更多的了解 登陆这个海外教育员网站 更多的了解 这是刚才我有提到 这个本科 整个三个方向 教育文化和经贸 三个方向 那么 培养这个能够用汉语 进行经贸活动 汉语教学 文化传播 的这种汉语通用人才 这是我们本科的 汉语言本科的这个师资队伍 三个方向的师资队伍 师资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 那这个是远程教育 我们说这是远程教育 那台湾教育学院 在远程教育方面的话呢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1956年就有了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项目感兴趣啊 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海外教育学院 最后给大家留两个联系方式 一个是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招生办的 左边这个 那么邮箱电话 右边这个是刚才我所介绍到的 介绍到的海外教育学院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学院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好 主持人我就讲到这里 好 感谢黄老师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学生做一个分享 好 因为我看到很多问题都已经在聊天框回答了 我们就请来自厦门大学的留学生帮助大家分享一下 在厦门大学留学是怎么样的 好 好 我们是 您可以直接分享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刚学生跟我说他又掉线了 哎呀 好 好 好 因为我看到还有一些泰国的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宏老师您可以看第一个中文的本科学费啊 刚刚其实有内容有介绍 所以回头我也记下了 所以本科的学费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第二个泰国的问题是 本科的奖学金是否有可用于中文申请的中国政府奖学金 一般这个是A类的奖学金会有中国政府奖学金 A类是在当地的大使馆可以申请的 这个没错吧 海胖蓝 对 我就直接我知道的我就回答了 好 然后本科的奖学金宿舍可以一个人住吗 这个应该是咱们学校没有做固定的规定吧 可以申请 不得一等 目前是两人间 目前是两人间 好 对 稍等哈 我们那个同学他可能还没有能连上 然后最后一个泰国的问题是 原学的硕士奖学金是否需要联系那里的教授索取证书 主要是看你申请什么样的奖学金 如果政府奖学金的话一般是要通通常要跟学校联系的 要跟学校联系以后进行鄙视或者面试 面试是肯定必须的 然后学校给到预录取通知书以后 你可以在政府奖学金的官网上申请 印尼的同学有没有一些问题啊 小飞 你那边有收集吗 我们可以说两个问题 哦 我们这边有有收集的两个问题 就是还没有回答 我先等一下 第一个是如果申请厦门大学海洋学专业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然后数学和物理成绩保底要达到多少分 祥老师在吗 我在 我在 那我直接语音回答 可以先申请 那个是这样 海洋学跟其他的这个硕博 它材料都是一样的 你只要参考我们的检查就可以 那你的成绩 其实你提交的成绩 我们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比如说这个在好 或者优秀以上的级别 其实你的成绩单交上去之后 我们是给学院进行审核 学院通过看你的成绩单 同时它要结合你的面试的成绩 才能决定你是否录取 或者是否优先推荐奖学金 好的 老师 谢谢 我先发言给同学们 在这个人是 Dre 究然是有更多的 在对科兔的 到这些人都需要 还是要考虑的 也就是要是非常重要的 在科养的 在科养上是 击码的 科养的 科养上的 科养上的 所以你们就要是 仔细节目的 根本下的 是要留意大于 码件的 科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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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养的 科养上的 科养上的 但是也会接到其他用的通过程 例如评论和其他一项的经验 那些人将会认识是否成功得到这种 谢谢老師 我看还有三个问题 阿里那在吗 对可以挑一个问题吧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尽快 华晓大学的老师 好的 好的 那 应该是这个问题 申请奖学金是否需要HSKK证书 能听见吗 可以听得到 听得到 那个如果是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好几类都是需要HSKK的 但是如果是其他类别的 那就没有要求这个 一般是要求HSK的理工科四级 210分 5级 210分是文史跟社科类 HSK四级 请再说一遍 210分 就理工科是四级 210分 那如果是文史类的 或者社会科学类的 是要求5级210分 对 HSK сертификат на какие-т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требуется на какие-то не будет требоваться требуется на одн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от HSK 4 от 210 баллов и на какие-то HSK 5 от 210 баллов 所以 здесь нужно точнять конкретно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谢谢老师 好的 那我们看同学 已经上来了 我们听完 小周的分享 然后我们就立马开始 华家大学的 先讲 好不好 今天时间 对 后面还有一场 然后我们先请 汇芬 能听得到吗 好 慧玲 好 慧玲 不好意思 你好 好 稍等一下 哎 好 能看到吗 是用手机分享 是吗 你可以把 给我 我把你共享一下 哦 好 是看不到PPT吗 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直接开始 没问题 好 那我就开始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海外教育学院 和语言专业文化方向 周慧玲 然后今年大四 是陈佳根 想学金生 非常荣幸和高兴 在这里认识大家 好 接下来 是由我来分享 我在校园里的生活 好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就是我对中国和 夏大的初印象 2017年 我通过夏令影项目 首次来到厦门 参观了厦门大学 古朗语 元旦书院 我还去了很多 厦门有名的旅游景点 看到了泰国 泰王国 住厦门的 中 中理事馆 同时也享受了各种美食 无论是中餐 泰餐 韩餐 还是印尼餐 都让我感受到了厦门的 丰富包容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我们的厦门大学 后来我如愿到厦门大学来学习 然后第二部分呢 我就稍微的跟大家讲一下如何申请奖学金和怎么来下大的 然后这里是大概的申请的材料 我们需要准备护照照片 这里我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网站是在左上角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这里是我们的学院网 我们可以到这个页面上点击这个网站登录 然后会看到下面的图片 网页 然后点击在线报名就可以了 然后就按照里面的流程就可以申请了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是线上线下课的差别 因为疫情原因我上了一段时间线上课程 虽然我们隔着屏幕 但是我还感受到了来自各位老师的关心和用心教学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在上网课的时候学习的情况 然后我还在线上参加了很多文化活动 体验了中国简直和各种文化节日 好 今年六月份 总算是重新回到厦门大学 到了校园里 会有学际学长们 带我们熟悉环境 有友好的同学 在校园里的一切都是让我很开心的 好 这是我们教室里的环境 同学们都很非常 同学们都非常友好的相处 然后这里是我们厦门的厦门大学 相安校区的地图 我们的校区里是非常大的 但是同学们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 因为校园里会提供公交车和共享单车给大家 让我们校园里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接下来是我在下大的生活 我在厦门大学的生活呢 可谓丰富多彩 我还参加了演讲比赛 看演出 参加各类文化课程 这是我书法课的作品 是在中间下面的 当然我感触最深的是这次的第十届中国日活动 我亲自参与其中 表演了一段泰国舞蹈 也体验了各种中国传统文化 比如茶艺、乐器、书画等等 很有趣的中国文化体验 让我获得了不少的知识 也及时了不少的新朋友 厦门大学给了我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还给了我展示的舞台 下面是我们相安校区里的各个地方美丽的风景 这里有图书馆 还有餐厅、宿舍、马路和可爱的小动物们 这是我们学校里两边餐厅的各种美食 同学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去挑选和用餐 最后希望能在下大里遇见大家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的周同学 非常精彩 就是从他的一些图片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整体我们在下大如果学习的话 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那么我们就感谢厦门大学的各位老师 以及同学 留学生代表帮助大家分享的这么多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对厦门大学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报考厦门大学 那我们先请厦门大学就 跟厦门大学的老师说再见 然后接下来就有请华门大学的老师 好,彭老师 彭老师 再见 好,拜拜 好,拜拜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到我们华门大学的老师 华门大学 我看一下 刘老师 刘老师您能听到我声音吗 给一下刘老师和秦老师的主持权限 是要 好的 好 那么其实刚刚大家有看到厦门大学 其实华校大学也是在厦门和泉州有两个校区 肯定都是位于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里边 那么华校大学也是在华文教育这块也非常有名 接下来我这里就不多讲了 大家肯定是来听学校的 那么我们就有请秦老师和刘老师 为大家带来华校大学的一个介绍 欢迎刘老师和秦老师 好 谢谢您老师 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到的 可以听到 我现在是共享一下我的屏幕 对不对 对 您可以开始了 嗯 好 那我就开始了 好 各位同学们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留学华大与你相遇的活动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 华侨大学预科教育学院的秦老师 今天呢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华侨大学预科教育学院以下这五个方面 首先呢 首先呢华侨大学在哪呢 刚才宁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 华侨大学呢也在厦门 有一个校区在福建的厦门 我们还有一个校区在福建的泉州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城市都是非常漂亮的城市 好 现在呢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一个关于厦门的视频 让大家了解一下厦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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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你那边的看不到看不到视频 陈老师你那边的视频还看不到 哦看不到是不是哎不好意思啊 啊 啊 嗯 这个是要在哪里设置吗我找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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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老师我这个是只能够共享一个是吗要么是PPT要么是视频 对的对的 您可以播放视频的时候 选择共享一下就可以 好好 东京 118度 北纬24度 中国东南沿海 台湾海峡西岸 亚热带海洋季风 带来常年温润的气候 大自然与现代文明 共同孕育了一座海上之城 厦门 厦门 有厦门岛 古浪雨 和大陆架上的海舱 祥安 吉美 同安四个半岛组成 中国福建省第二大河流 九龙江 在这里入海 蜿蜒234公里的海岸线 天蓝 山青 海翠 沙白 城在海上 海在城中 舍近了大海 对这座城市 永不割舍的倦爱 中国第一座跨越海峡的公路大桥 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三跨连续全漂浮悬缩桑 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也是世界横断面最大的海底隧道 世界上离海平面最近的跨海大桥 吉美大桥 杏林大桥 五元大桥 夏张跨海大桥 发达的交通脉络 将这座横跨海湾的城市紧密连接 厦门也因此被称为桥碎博物馆 宽六百米的夏谷海域 因常有白鹿盘旋而得名陆江 陆江边 陆江道 数百年来 一直是厦门城的黄金路段 古朴的骑楼与现代高楼沿江而建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会应 陆江的另一侧 是世界文化遗产骨浪鱼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 随着大量西方人的到来和南洋华侨的回归 这座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岛 相继建造了一千多座融合本土 南洋和欧美风格的别墅建筑 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社区 从陆江道沿海岸线一路前行 绵延四十多公里的厦门环岛路 和滨海浴场阳光沙滩一起 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天堂 沿壁海白沙继续向北 这座如出海巨轮的建筑 是全球工商界精英寻找中国机遇的地方 也是中国企业寻找世界机会的出口 厦门生会在这里举办 和世界连接的还有中国第四大口岸机场 集装箱吞吐量排名世界第十五位的厦门港 厦门国际邮轮中心 一条条国际航线 飞越沟空 跨越大海 通达世界每一个角落 依海而兴 思路启航 大海便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寻着海上丝处之路的足迹 这一座海上花园 逐渐对标国际 融入世界 好 通过刚才的视频呢 同学们已经看到了美丽的厦门 在视频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 厦门有美丽的海 有繁华的双子塔 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华侨大学 非常漂亮的学校 现在呢 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华侨大学 华侨大学是国家部署院校 国家重点建设大学 也是国家华文教育基地 同时是教育部来华留学预科教育基地 国家语言服务领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华侨大学拥有经济学 管理学 理学 工学等一共11个学科门内 其中呢 工学 材料科学 化学这三个学科 进入了ESI全球排名的前1% 同时在留学生方面 华侨大学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校生 共有3万余人 同时华侨大学也是最早面向海外招生留学生的 中国内地高校之一 是在校留学生最多的中国内地高校之一 同学们知道华侨大学的华侨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Overseas Chinese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华侨大学和留学生 华侨 华裔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 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好 华侨大学除了有这些优秀的专业 还有预科教育学院 预科教育学院是华侨大学 专门为留学生汉语学习而建立的一个学院 在坐落于龙舟池畔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学校周围的风景 很漂亮 外面呢就是龙舟池 这里面是学校的建筑 好 现在呢 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个预科教育学院的视频 看一看我们的预科学生们 在这里学习的生活 期望 哦 是 其实 很深重 让我们去讲 这种学校 Go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2012年 位列软科中国最好大学学生国际化排名第四位 面向海外 培养知华 有华爱华的国际青年人才 是华侨大学的历史使命和乔校担当 在留学中国举阵中 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方针 2019年3月 华侨大学作为教育部 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预科教育院校 跻身来华留学预科教育第一题对 华侨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因病而生 成为新时代华侨大学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的新平台 2019年9月 来自蒙古 柬埔寨 老挝 安格拉 赞比亚 肯尼亚 厄瓜多尔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齐聚下门 齐聚百年学村 龙州池派 开启了他们一年的汉语言知识和能力 数学 物理 化学等专业基础知识的强化学习与训练 透支于华侨大学港澳台乔玉科的一方落土 新时代 来华留学 玉科教育事业 华侨大学 正当时 好 以上呢是我们玉科教育学院的宣讲视频 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玉科教育学院的教室 学生等等 好 玉科教育学院呢刚才也提到了 是专门为留学生学习汉语而设立的学院 在我们的学院留学生主要是学习汉语 文化等等方面 考虑到大家的需求呢 我们今天主要是介绍两个对于大家来说比较有优势的专业 第一个就是来华 第一个呢是来华留学玉科专业 这个专专业呢是专为来华留学生开设的大学学前教育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想要来中国学习汉语 可是你的汉语水平可能你觉得比较担心 或者说你要学什么物理啊 化学 你对于物理化学用中文听课比较难 那你可以来这里来学习汉语 在这里呢学习一年 我们主要学习的课程有基础中文 实践中文 中文词汇 中文听说 中文写作 这些呢就是大家在学习中文的时候遇到的常规课程 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几个特色的课程 一个是文科中文 一个是科技中文 这两个课程呢是帮助你在中国申请本科的时候 比如你要申请文科类的专业 那有一些专业的词汇怎么学习 如果你要申请理工类的专业 你的科技中文这方面怎么学 另外呢我们还会有用中文授课的数学物理和化学 也是为了帮助你能够在本科的时候 听懂老师的专业课 听懂用汉语上到数学课 物理课和化学课等等 那在这一年期间呢 我们的预科专业课时量平均是35课时每周 预科学生在我们这边学习是可以从零起点 在十个月以内通过HSK4或者是HSK5级的考试 为了能够保证学生们的学习效果 我们都是小班教学 一个班的人数会控制在15到20人 经过这一个月啊 经过这一年或者说十个月的学习 在我们这里学习的学生呢 是可以达到中国高校学习本科 或者是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要求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里不仅仅是汉语 还包括是你用汉语学习数学物理这方面的 这些能力你在上大学的时候都需要 最后一个呢就是学完我们的预科学习优秀者 可以申请华侨大学的奖学金免试攻读华侨大学本科 也就是说你在预科专业学习的这一年 华侨大学呢是认可你的成绩的 你在预科拿到结业证书 你可以直接读华侨大学的本科 不需要别的什么考试 这些呢是我们的预科生上课的照片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网课 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呢都是在网上上课 同学们可以看到虽然是线上授课 但是我们的同学们和老师们都非常享受我们的课程 课程也非常的有意思 这一些呢是线下授课 线下授课我们的学生会有非常丰富的娱乐活动和文化活动 老师们和学生们会一起做文体活动 如果你有不明白的数学或者汉语问题 老师会对你一对一的辅导 这个呢是我们老师在教室里上课的情景 好刚才老师说了 读完预科你可以在一年以内 从零到HSK4和HSK5 那这里有一个预科生的视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些学生呢来到中国的时候 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说 他们从拼音开始学 八个月以后 他们全部都达到了HSK4和HSK5的水平 那通过这个音乐视频呢 希望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这里学习 相信通过一年的时间 你也可以和他们一样 唱好听的中文歌 说流利的汉语 好现在请大家来欣赏一下我们的视频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吗 听老师还是您得分享一下视频吧 对 我明白了 不好意思啊 同学们也可以在看视频的时候 把想了解的问题打在我们的聊天框之内 等最后呢 我们一起给同学们做答疑 好 现在可以了啊 请同学们看视频的时候 是零基础 完全不会汉语 他们只学了七个月的汉语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明天你生不会惹响一下 明天你生不会惹记 明天你生不会惹记 老生们都一想不起 不会收含鱼的你 我也是偶然奔向边 在想起宗族的你 给你我的心索纪念 这份海任何时刻 你大概都新鲜 有我北方都苦都变成天 你来远也不说天天 给我你的心索纪念 我的梦有你的祝福 怎能够完全 荒浪再当我也会勇往日间 寒雨的夜就在旅客的经验尺 再见了苏兴旗的老同学 再见了小园里走过的岁月 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早晚仔细 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 最后一夜 耶耶耶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 我相信我会隐止三年 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 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 变成火焰 有些时候你怀念穿剑的字 可穿上离开时 你却没说一个字 你只是挥一挥手 他不想牵手 说下人生毕竟的事 挥手看西洋 却又感觉强弯过时 因为不时都不掉别的泪 但唱起调皮的歌 才开始慢慢回味 成熟以为 毕业之后就能相思相会 一个承闹了是南瓜的人 但成熟错过 这身没好悔 你我来写传播 亦一家门 让我宽古门口 被你搅拌得无似海 曾举一颗听说读写很精彩 即将渐往北京上海广场 深情小笨不动 从身边对人心情挑战 不想对你说我未记得你的爱 每一花玩 我们一起结果的时光 奔涌起来 也是无所畏惧的后浪 想看面这世界 去最遥远的远方 感觉用双翅膀 能飞越高山和海 一面一间 我曾学到古术的少年 在这里相聚开 几段未知的远航 与人文化生活 每一天新鲜模样 当我和鱼可处相见 当我曾经是少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真的是非常优美的歌声 非常优美的风景 刚才老师也说了 在预科学习呢 你可以在八个月以内 达到HSK4和HSK5的水平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就是你可以免试申请华侨大学的本科 华侨大学的本科呢 有这一些专业啊 文科呢和理科都有 比如说国际关系啦 新闻与传播啦 还有什么积淀呀 材料啊信息呀等等 以及土木化工音乐和舞蹈 或者说还有政治公共管理 旅游数学公学院医学院体育学院美术学院等等 好其实同学们想一想 如果你要来中国读大学 你的汉语除了要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能够听得懂 老师上课的内容啊 秦老师遇到有很多学生啊 说哎老师我的汉语有HSK5了 可是我为什么听不懂老师上课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专业汉语你有没有学 对不对 比如说有呃经贸的学生啊 学这个金融的学生 他说我的汉语有HSK6了 可是听本科课还是有点困难 可能就是用汉语听数学会比较困难 用汉语听那些专业的词会比较困难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惑 你要来中国读大学 这个预科是你必须要学习的一个过程 好这些专业如果你在预科专业学习结束 你是可以免试申请的啊 就是你拿着预科的结业证书 你申请这所有的专业 嗯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申请华侨大学的奖学金 比如陈嘉庚奖学金啊 啊或者陈江河奖学金啊等等 这些奖学金呢 奖学金的数额不限 啊最高的呢能够达到六万块钱一年 除此以外你在学习本科的阶段哈 你可以学习成绩优秀的话 你可以申请其他的各类奖学金 好这些呢 是我介绍的关于预科的项目 现在呢请刘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第二个专业就是HSK速成 好 好同学们好 同学们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的 哎好的 刚才秦老师呢 主要介绍了这个预科 如果你想来中国读大学 首先最好是要读一下预科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在校生 或者是你是一个已经工作的人 你想要利用课余的时间 闲暇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那我们的这个HSK的速成项目 是最适合大家的 好 秦老师帮我换一下PPT 好 我们知道这个预科的这个课程呢 是比较多的 每周大概是30到40课室 那作为同学们如果要坚持学汉语的话 我们速成的这个HSK的项目 每一周的课时大概在4到8课时 那这样的话 一年你就可以达到HSK三级的水平 HSK三级的水平大概有600个词 600个词 那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初级的水平 那在第二学年呢 你就能达到HSK的四级 相当于这个汉语言专业的预科水平 在第三和第四学年 你就能达到高级的汉语水平 也就是我们的本科汉语言专业的这个水平 好 现在请同学们看一下 我们的速成 速成课有一些优势 比如说我们的网络是直播的 老师和学生可以面对面的学习 好 第二个优势呢 就是 第二个优势呢 就是我们的小班沉浸式互动课 我们的小班人数控制在20个人以内 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些精品的讲座 可以让同学们培养全球化的这种视野 好 第四个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个性化的学习 我们使用这个Classin APP 同学们可以在线上和我们的助教随时答疑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的精彩文化 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文化 通过实景课堂 同学们可以在线上就了解到中国的概况 好 最后一个 如果同学们通过了我们学校的HSK的模拟考试 我们也会从学校颁发一个证书和成绩单 或者是给同学们开局学分证明 好 我们的课程主要分为三部分 语言类的课程 文化类的课程 还有时间类的课程 同学们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上课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照片 好 接下来呢 有一个HSK速成的留学生的视频 同学们可以通过视频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课堂概况 好的 钱老师 好 稍等 好 我叫林静立 我叫刘少鲁 我教练义川,我来自爱极 我是丁顺绿水,来自越南 现在我在八角大学学汉牛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语言 我喜欢学汉牛 每天我和我的同学学汉牛 我不仅学习了语言方面的新知识 还学习了中国文化 希望我能来西安门 与丹家来自学汉牛 在这里见面 我来介绍一小朋友 我来介绍一小老师 你是神神吗 我是学生 这是我的知识 这是我的城堡 你知识认识的电影是什么 奥运会它的全名叫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挺喜欢小学这个职业 我爱好简简贴贴 太快了走了 考现在的情况 我有一些建议 可以帮助我们宁宁 顺利的意思就是年调或者乐趣 本来想要一生起来 模仿的观点是出国留学历大于弊 应该说有点对不对 对呀你先拜 今天我来介绍的内容有三个部份 你们知道印度尼西亚最有名的岛吗 我感觉我们的学校好像历史很长 现在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的调查 这台机器真是个怦然大物 感谢华朝大学的管理人员和老师们 教给我们丰富的知识 努力的追逐同一个目标里的保护 使我们健康成长 让我们了解美丽的中国 我对这个科长很满意 我特别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学汉语 说着想听你传来的信息 想知道现在你会在哪里 有一个 我一定是都好 和你一起书掉上的心思 我的天空 心心头亮 中间你的岁月 我的指摇 我把无常愿意听 我把无常愿意听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相会在北京 就没有什么十字上的表示吗 你刚才不是问我 我找你三年了 我相信我的眼睛一定会好大 就是那种bling bling会发光的东西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是说什么 学学 比 啊 妈 1973年 他们是我的家人 我是李小路 为UCC经文报道 是 小时候了 我看着了我们去的穷乎鸡蛋龙比赛 你真骂我新年 这是我的妈妈 嗨 我给你们五个问题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我们国家的服装 我是陈记者 今天我来采访一下你们 这是厦门校区的教学楼 这里是厦门校区的运动场 这里是厦门校区的运动场 欢迎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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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刘老师的分享 好 我这里呢 再总结一下 我们这边主要呢 是两个专业 可供大家选择 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要来中国读大学 你毕竟的一个途径就是你要读预科 但这个预科不仅仅是学习汉语 更多的呢 是你要学会用汉语来听专业课 用汉语来学物理 用汉语来学数学 这一些呢 都是你要学本科一定要的基础 不是说你有HSK5和HSK6 就证明你一定可以听懂专业的课 对吧 这个是帮助你读大学的 第二个呢 就是刘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工作比较繁忙的人 或者说你已经在读大学已经工作了 可是你仍然对汉语学习有着非常高的热情 那你可以来中文速成 我们有非常多的文化活动 也有非常有趣的汉语课程 现在呢 我们这边邀请了三位华侨大学育科教育学院的留学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这里学习汉语的经历 第一个学生呢 第一个学生呢 是菲律宾的齐延瑞 他是去年的预科学生 也就是他来预科教育学院的时候 其实也有了HSK4的水平 但是呢 他想要更好的读大学 他想要更好的了解大学老师的专业课程 那他2021年的时候来我们这里读预科 读预科的阶段呢 除了上汉语课 他还上了我们刚才说的汉语课 科技汉语课和数学课 因为他后面的时候申请的是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 这个旅游管理专业呢 是需要你有数学基础的 是需要同学们要用汉语来上数学课的 他在去年通过了结业考试以后 申请了华侨大学的本科奖学金 现在呢是在华侨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学习 但是因为网络的原因啊 他今天不能够来到现场 他专门呢录了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好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视频 看一看他是怎么学预科 然后呢又是怎么申请本科 然后又是怎么申请到这个奖学金的 请同学们看一看齐燕瑞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齐燕瑞来自于菲律宾 是2021级的预科生 现在是华侨大学的 旅游管理类专业的大一学生 我也申请到了 呃 和华大的本科专业奖学金 一会儿会跟大家仔细介绍一下如何申请 为什么要来华大学汉语呢 第一 华大的平台比较高 你能认识世界各地的人 能交更多的朋友 我在华大读了一年的汉语交了许多朋友 可惜的是我们只能上网课学 你们如果今年去华大学就能 呃 跟大家面对面学习 另外呢我们每周都会开班会 开班会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讲一讲一些中国有关的事 比如中国电影了中国文化或者一些特殊节日等 讲完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聊聊天话题多样 能从早饭吃了什么到最近对什么电影感兴趣 什么都可以说 跟平常不一样的就是我们 呃使用的语言是汉语 而不是自己的母语 然后呢我们上课有三门主要课程 基础课 实践课 实践课 和词汇课 这些课都是为了提高你的汉语水平 让你积累更多的词和语法 实际应用课程学到的内容 并且你还能加强你的造句和写作能力 刚开始确实比较困难 可是我能保证你 学了两个月之后就能感觉到你的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 拿我来说我刚开始只是HSK二或三级左右 但是在华大学了几个月的汉语之后 我既能说出更流利的汉语 又能认出更多的词写一些作文 你如果决定来华学汉语的话 那你就得好好下功夫努力学习 预科教育学院举办的活动丰富多彩 有配音比赛 中文比赛 唱歌比赛等活动 这些都是能够让每一个学生 突出自己 发挥自己的能力 我建议大家积极参加 学院的活动 这些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然后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奖学金 介绍之前 好像卡住了 我这边好像听不到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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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网络的问题 我去问一下秦老师稍等 好的 秦老师您那边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希望我们的声音 都在听到这边 要是给大家看 那我们的声音 也有点像 他是定期的 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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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稍微等一下 如果有问题的话 现在可以在聊天窗内打出来 然后我们一会儿会让老师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好的 秦老师 您那边能听得到吗 喂 老师 我的老师可是网路不好 所以他没有生意呢 你们稍等一下 老师 好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同学们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因为华侨大学 其实在中国的整个的 预科的教育过程当中 还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尤其是刚刚大家有听到 在整个的预科的一年的学习里边 我们大家肯定很担心 你在高中的时候 没有学好数学 没有学好物理 那怎么办 如果到中国的大学 你想就读理工科的专业的话 你就没办法去申请 对吧 或者是你自己的中文水平够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听懂别的课怎么办 其实这个时候 就是需要在全方位的预科方面 需要下一下功夫 也就是说 你需要把自己的数学的成绩 还有物理的成绩 就是用中文 能够用中文去理解它 那么在整个的大学学习期间 这样你整个提升才会越来越快 所以呢 这次我们华球大学的老师 也会也是在重点的 跟大家讲预科的过程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刚刚的重点 关于预科的话 大家可以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在聊天框内留言 嗯 刘老师 我看你 不好意思 秦老师 他那个电脑有一点问题 让我们的两位留学生 先介绍一下 他们的学习生活吧 哎 好的 哦 软名站和陈嘉欣 打开你们的麦克风 打开麦克风 好 好 试一下 中间的老师和同学们 你好 我叫陈嘉欣 我来自缅甸 我是花潮大学 一个校与学院的同学 啊 我 我是2022年 十月到中国 这是我们学校的门口 首先我们给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学校的风景 首先 你们 是一位老师有网络的问题 所以你们 不可能 不看到我们的PPT 可是我小心修一下吧 好的 好的 老师 我们等你 老师真厉害 一位 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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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软名站可以开始了 软名站把麦克风打开 麦克教育学院除了风景很漂亮 空气很好 我们的教育条件也很好 我们学校的老师 很好的教育方法 每节课的内容都很丰富 效果很好 我刚才来中国差不多两个月 来中国以前我的中文不太好 尤其是听力部分 但是通过老师的教育 和每天我都跟其他留学生 用汉语聊聊天 所以我的中文现在有大的进步了 另外除了在教育学习 我们还有很多活动 比如是替油球比赛 或者我们可以在教室 跟同学们一起看电影 聊聊天 看书 什么什么 如果有节日的话 老师和同学一起进驱 那时候你们可以介绍别人 你们家乡的特色赛 传统的副状 这是我们和老师一起进驱 新年的照片 老师们和同学们都知道 都很热 都又好和人 很热情 如果你们在这里遇到问题 他们可以 一定会帮助你们 我说完了 谢谢你们听我说 如果你们有问题 可以找我问一问 我在华教大学等你们 我希望你们可以在这里 跟我一起学习 一起上课 再见你们 好 嘉欣 好 珍珍的老师们 你好 我叫陈嘉欣 我来自缅甸 我是花场大学 一科少语学院 二班的同学 我是2022年 喜悦到中国 这是我们的学校门口 重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的风景 主线下 大家也都看到 我们学校的门门 我到华朝大学的时候 我的班旧人 这里来接我 我觉得上门 上门的天气很舒服 是因为 也不太冷 也不太冷 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最高温度是 大概32度 冬天最低温度 是10度左右 从校园北门到南门 我们要走 五分钟 可以看看校园的风景 不学着新鲜的空气 因为我们的校园里 就着很多的墨 我给你们 看一下一些图片 好 我们的校园 一共有18等路 我们校园 对面有一个湖 大部分的同学们 一下课以后 就去学校 对面散步 我们跟老师 一起参加新年晚会 有的时候 一起参加一些活动 在这里 我们遇到不同的国家 和不同的人 做朋友 跟他们一起 一起不同的生活 今年的预课 一共有四个班 你们都想知道 我们的教室的条件 是怎么样 所以我给你们 图片一下哦 好 预课教育学院 有很多的老师 我们每天八点 去教室 早读到十点班 然后自己回 我们的教室 有课的话 上课 没有课的话 自己复习 预计 封课 好 我先听到这里 有问题的话 可以来问我 谢谢 好的 秦老师 好 我试一试 看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听到 我说话吗 可以听到秦老师 好好 我刚才退出去了 又进来了一下 刚才这两位同学 是他们现在正在 预课教育学院 正在学习 他们是正在读预课 到明年 到今年的七月份 预课会结束 结束以后 他们就会去读 本科的大学 像这两名同学 他们的专业 由于有数学和物理的要求 他们在这里学习的同时 也是在学物理和数学 还在学科技汉语 科技汉语就是一些 跟你的本科专业 有关系的词 专业词 这样的 好 接下来的这个视频 就是刚才没有看完的同学 这位同学呢 他是申请了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 同时也是申请到了 华侨大学的本科奖学金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好 现在是有声 声音很小 声音好像很小 声音好像很小 不论 对 我来自然的 都要对 我来自然的 在学校 也在学校 我可以在学校 经典的 论 如果 我来自然的 论 我来自然的 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商管理或者旅游管理 第二是你达到了HSK5级以上的汉语水平 最后的就是你是华语 然后呢你如果都符合那些条件的话 你就要准备你的申请材料 你需要提交你的高中成绩单 华语证明学习计划就是你要自己写的 不用写太长 很简单了 然后你的护照中学推荐信 预科推荐信和高中和中学毕业证 那我的PPT就到此结束 你们如果还有一些疑问的话 可以稍稍码加我微信 随时可以问我一些有关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你们来华的学汉语 好 谢谢齐延瑞同学的分享 也谢谢阮明镇和嘉欣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学生呢 都是和大家一样啊 想要来中国读大学 想要来中国学汉语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或者说对于预科学习有什么疑问 大家现在可以来提问 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好的 感谢华语大学的各位老师 还有我们刚刚分享的同学们 我们应该是在群里面 已经收集到一些问题了 我先请越南的同事 把搜集到的一些问题展示一下吧 嗯 好 可以 好 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 可以 刚刚有一个同学问 我们有没有那个一年语言的项目 还有那个有没有最低门槛 最后选 对 我们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这个预科呢 和刚才的中文速成 它都是一年的项目 预科的话就是 如果说他学完这一年 想要来中国读大学 那么就来选预科 如果说他自己 因为一些时间原因 或者说他本来就已经工作了 那他就可以选那个中文速成 这两个呢 都是一年的语言项目 选语言的话 我们是没有语言的门槛的 那他可以完全从零开始学 一年的话也是可以达到 四到五级的水平 可以申请中国的本科 嗯 那这一类的项目 有没有奖学金呢 老师 这一类的项目是没有奖学金的 因为他只有一年 他就是在学习汉语 但是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预科结束以后 他拿着我们预科这边的结业证书 我们的学习来把 嗯 呃 替瓜的给 贵基地来 西德庆祝国家乡 发生高台访 来学习 好 云南这边 稍等一下 问一下有没有那个线上的项目 还有就是在今年九月份入学的 线上的项目是有的 主要是刘老师那边负责的育科 塑成系 塑成系我们是有的 这个也有奖学金吗 还是也是没有奖学金的 我们一年的语言项目是没有奖学金的 对就是只有一年 好谢谢 现在大家给正经五年过程来香港合本 然后大家可以帮给正经五年来提起 新的合本到来好不错 好谢谢 越南这边暂时没有其他问题 好谢谢 感谢越南同事 然后我们请印尼的同事 好的 我们印尼这边也是搜集了两个问题 但其实第一个问题呢 刚才吴老师已经提到了 我刚才就直接给同学们翻译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第二个问题是 有哪些本科专业可以线上学习呢 本科专业的话 现在我们中国开放以后呢 是鼓励学生们来华大 线下学习的 我们的预科专业 就是像这样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像这样预科的语言课程是可以线上的 本科的话 就是基本上还是鼓励他们来线下 谢谢老师 untuk teman-teman tadi yang menanyakan mengenai apakah ada program S1 yang bisa dilakukan secara daring jawabannya adalah untuk program S1 untuk semuanya itu lebih disarankan untuk kegiatan perkulian secara offline karena kalau untuk kegiatan secara online lebih disarankan kepada untuk persiapan kelas bahasa jadi itu ada kelas online-nya tapi kalau untuk S1 sendiri itu teman-teman lebih disarankan untuk melakukan kegiatan perkulian secara offline karena mengingat sekarang ini China juga sudah open border jadi dipersilakan teman-teman untuk datang langsung ke sekolah mengikuti kegiatan pembelajaran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然后我们有请泰国的同事 我们泰国有一个学员 他想了解 除了 CIS和 CSC 奖学金 还有其他类型的奖学金 可以申请吗 就比如说 一年的补习 或者是本科 谢谢 一年的补习呢 因为我们这个一年 本身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课时量 是特别大的 就是我们是保证效果的 为了保证效果 也是小班教学 所以我们的一年课 是没有奖学金的 但是我们是 可以说保证这个学生 在十多月里面 它是可以到达 在中国读大学 或者是研究生的 这么一个水平 不管是中文 还是数学物理 所以这方面 没有奖学金 但是本科 这方面的奖学金 我们是有一些的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本科这边的专业 是在这一些 各种专业都有 奖学金 就是刚才 刚才有一个 菲律宾的女孩子 她是申请的 这个华侨大学 陈江河奖学金 本科是有很多奖学金的 并且读完预科的话 我们升本科的话 是不需要再有 额外的考试和条件了 就是拿着我们 预科的结业证书 她可以直接 读华大的本科 然后这个奖学金的话 她就是在额外 再申请了 包括读大学的期间 她也可以申请奖学金 比如说这里也有 陈佳根奖学金 或者说这个 境外生专项奖助学金 等等的 也都有很多 读大学的期间 就是我们持有的 就是领科的奖学金 可以另外申请 其他类型的奖学金吗 申请的是 就是比如说像这里的 境外生专项奖助学金 这个是刚 如果说申请到了本科 然后她就可以申请一些奖学金 同时呢 在校生 比如说她期末考试考得很好 那她也可以再拿奖学金 比如说期末考试 长期很优异啊 拿这种一等奖学金 二等奖学金 等等这样的 请问一下 就是通过CSE拿到了奖学金 获得本科的奖学金 然后同时也可以申请 比如说这个境外生专项 资助奖学金这个吗 老师 这个啊 这个奖学金是不同的 因为这个我们也有CSE的学生 对对对 据我了解CSE的奖学金 它已经是最好的奖学金了 好 那台湾水 菸 美容 或剩后则, 可以投入所有项目吧 llev莫购物的张目归要购物人的您利息 或者只是有價錢支援用未來 即使用未來電子線支援用未來 謝謝老師 谢谢 同学们好像比较关注的是 这个一年有没有奖学金 这个一年呢没有奖学金 但是像刘老师那边 比如说他们有那个 你不能来中国那种线上的话 他的学费是不太高的 对如果他不能来中国 他是线上课的话 学费是好像是一半 对对学费是7000 一年的话人民币学费是7000 线上中文课程 对 是一年最有限的 一年最有限的 一年最有限的 就是一年最有限的 我們會有7000元 或是35000元 是一年最有限的 是罷了訓練的 是罷了訓練的 线下的话是15,000 谢谢泰国同事剩下最后一个 我看有俄罗斯的同事也提出问题 阿瑞娜怎么 阿瑞娜可以 哈喽老师你好 我们也有一个问题 提交入学申请截止到什么时候 如果是申请我们的预科 就是这个一年的语言学习的话 是在八月以前就可以 对对因为我们九月开始 在这个之前是都可以 然后联系我和刘老师就可以 谢谢老师 в общем вопрос заключался в том когда заканчиваются сроки подачи заявления на поступление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плоть до восьмого месяца то есть до августа можно подать документы так как в сентябре начинается обучение и во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до этого момента можно подать заявку на поступление 谢谢老师 我再补充一下 我刚才说的是我们学院的 这个一年的项目 如果他要申请华销大学本科的话 一般是春天就开始了 四月大概三月四月开始 会在七月左右会结束 谢谢老师 если же поступать на бакалавр то тогда с марта-апреля можно начинать подавать заявления вплоть до июля поэтому тоже можно написать老师 и они подскажут 谢谢老师 好 不客气 谢谢 好的 那谢谢各位同事 然后我们 今天因为已经超时了 因为每一次都有一点 小问题 网络问题 但是不影响我们 其实我这次觉得呢 我们不管是 厦门大学也好 或者是华销大学也好 都是位于厦门 这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因此呢 我们华销大学的 在这个预科教育的体系上 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如果大家有预科学习的需求的话 那么我觉得 华销大学应该是大家的首选 可以选择在华销大学学习中文 剩下的话 因为我们跟华销大学 我们中央路跟华销大学的 合作呢 也会更深一些 接下来也会推出一些 比如说线上的一种 速成的中文 或者是考HSK的 等等的一些合作的课程 我们会发布给大家 包括在申请 刚刚大家也有看到 我们宣讲的内容 如果参加了我们的预科学习以后 甚至入学本科都是免试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好 那我这边也 大概没有什么了 然后看看刘老师和秦老师 我们今天要不然就到这里 今天也辛苦各位了 我们已经延迟半个小时了 也辛苦同学们听这么久 辛苦同学们了 辛苦中文录的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 同学们再见 这里有我老师的方式 大家可以我们发邮件 好同学们再见了 再见老师们 拜拜再见 谢谢大家 你们这边 有人 有请 如果 我们 vi 我们 这个 的 отд